今天我希望全世界过地来参与的同修 能够把念头一转 居士林的水电费当中我们自己的应当要付钱 这样自自然然就不会造成浪费常住的一分一好 你这个观念不正确 应当怎么样 时时刻刻养成借鉴的习惯 这样就好 绝不是因为我自己可以拿钱 我自己可以去任意用了 这个还是不好 总而言之 修行是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行为 佛是叫我们真修行 常住也是提供了修行的场所 帮助你成就你 意思在此地 是要改你的习惯 成就你的代谢 这要懂得这个意思 知道自己借解习福就好 那么在常住呢 尤其重要的唐朝时候 白障大司建丛林 马族建丛林 拜障李清贵 提成共修 在这以前呢 共修有 但是没有规定 也没有任何约束 多半都是自修 共同在一起呢 就讨论研究 学习经教 共同在一起 修行确实是个人的事情 那么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在那个时候 一定有一些人懈怠 懒惰不能克服自己的习气 于是祖师大德看到 非常可惜 所以提倡共修 共修什么 一种靠种 大家生活在一起 独守己律 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 克服 自己没有能力克服 要借大众的力量 这是个好事情 当年建丛林 李清贵 用意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进入道场参食 参食参与 参加了 学识学习 参学就是 我们要参与这个团体 跟他共同学习 你才能真正的收用 如果我们到这个道场来了 自己用一个特殊的身份 不能跟大家了 生活在一起 不能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你就完全错了了 而且怎么样呢 错得太离谱了 当然今天的社会 民族自由开放 尤其很多同修从海外来的 我们不便说 你来几天 何必得罪人呢 大家借个欢喜缘多好呢 不要借冤仇吧 罪也就不说了 你做得如法不如法 反正你时间很短 就不说了 可是我们讲经 诸位问到这个地方 那就不能不讲 不讲呢 对不起 你不能随身大众 你要晓得你的故事在哪里呢 这个故事 你要从戒经里面去戒罪 这个罪过很重 你破坏 你破坏这一个僧团的形象 这是什么 破活活僧啊 破活活僧的果报在阿比地域 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 这个道场 它是个正法道场 每一天讲经念佛 一切都有规矩的上轨道 我们自己生活习惯 已经养成了个不好习惯 实在没办法跟它 我们自己应当知难而退 我离开这个道场 我是去护持道场 我绝不破坏这个道场的形象 你的功德无量啊 你做了一种好事情啊 你不离开 又不肯随众 破坏形象 你的罪过 我们今天一句话不说 没有一个人讲你 你的果报在阿比地域 这个道理 于四十不能不知道 佛法 你们在念三归一的时候 都念过 归一生重重尊 这句话怎么讲呢 重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团体 社会团体很多很多 我们佛门也是个团体 四个人以上就是一个小团体 就称重 重中最为尊贵 今天的话上 值得人尊敬 佛法这个团体 在世间 所有一切团体 最被人尊敬 尊敬在哪里呢 它是个活活生团 这就值得人尊敬 这个生团里面没有尊敬 都能够遵守六合径 这个界条 所以它是活活生团 是社会 足有一切团体的 模范团体 你要把模范团体 你把它破坏了 形象破坏了 你就最后都重 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这个团体里面 有许多规矩习惯 我做不来 我不参加 我不到这来 那这个心 如果说是住到这个里面呢 住一天 就得守一天规矩 住两天 就要守两天规矩 住在这个地方 不守规矩 人可以原谅你 你的行业 不能原谅你 你这个业 举业电脑 渡散土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人是否用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